要舒適要形又要又換味 特訪跑是這類車主的心頭號 第二代Audi A5 S5登場 記者率先飛到葡萄牙試駕新車 全新一代A5用了新的底盤及懸掛系統 所以廠方刻意安排了一大段山路給我們試駕 玩完一量後發現新的A5很好玩又未至於 但公器彎上來亦交了功課 因為懸掛始終偏向舒適一點 全車合共800件配件是新研發的 令新車比起上一代減磅60公斤 風阻系數亦降至0.25cd 配合新2.0L直四TFSI引擎 及7前速Axtronic自動波箱 馬力提升至190匹 但油耗降低22% 當然,再試三公升V6引擎的S5 又是另一回事 354匹馬力爽勁 500 nm 扭力的加速起動 換味大得多,攻山更加情深 連Audi 一點都不沽寒 衛生車加入大量全新安全系統 新A5亦不例外 記者試玩新自動泊車輔助系統 自動扭入的使用方法大同小異 操控沒有太大的難度 而自動駛泥車位比較新鮮 要試兩次認清步驟才懂得玩 如果你發現位置很窄 想它幫你離開也可以 只要入了波 按了Part Assist系統 接著打左燈 畫面會問你是否想離開 你回答OK 接著它就會自己走 它要你退後 你只要跟著這個畫面做就可以了 只要控制住大腿便可以了 只要控制大腿便可以了 接著它便會叫你自己取回 至於新外貌 刻意拉長車頭比例 配合四條骨線的頭蓋 扁扁扁扁的新軌面罩 頭尾新泵把 新燈組的設計 以及車側骨線的元素 比之前更顯露動感活力 而內廊的裝潢亦全面升級 VIRTUAL COMPET 全數碼標板 8.3 吋中控屏幕 兼備 Audi Connect 的聯網系統 插入 SIM 卡便可即時接收 煎氣、足球賽果 搜尋餐廳等功能 細心地加入車廂氣氛燈 座椅按摩功能 安全帶自動運送等設計 務求令新 A5 的豪華推向另一個層次 人數目